肖兄,你是气单英雄 但你是我中原众豪杰有入 不苏慕容赋今日想领教阁下高招 就算死在肖兄掌下 随死犹荣 天龙八部前二十位高手排名 第二十名,不苏慕容赋 慕容赋对天下武学几乎无所不知 涉猎广泛 而且还会使家传武学斗转心意对敌 可惜贪多嚼不烂 在高手如云的天龙八部里 慕容赋能排至二十 已经相当勉强了 虽然在飘渺风上 慕容赋与三十六栋七十二岛的人交手时 全程显得游刃有余 但这些角色都是泛泛之辈 所以那次战绩并不算什么 邵氏山之战 慕容赋一开始还算露脸 他将段玉踩在脚下 百般羞辱 还打败了段正纯和月老三的家机 可是后来段玉一发威 慕容赋就渐渐抵挡不住了 由于王羽燕的求情 段玉本来已经饶过了他 不再继续进攻 乃至这家伙非但不领情 还要将段玉置于死地 结果被乔峰瞬间拿下 高高举过头顶 至非七八掌开外 由此可见 所谓的慕容赋与乔峰齐名 其实就是一大讽刺 天龙后期 慕容赋又在大理国边境 联合四大家乘围攻四大恶人之首的段玉庆 结果也没占到半点便宜 第十九名 丁春秋 丁春秋本是逍遥派无涯子的弟子 后判出世门自创星宿派 急善用毒 实力一流中级别 在前往雷谷山的路上 丁春秋曾以独工 活捉了苏星河的八名弟子 和少林四悬难 大师以及慕容赋的四个家臣 小酒馆里 丁春秋与姑苏慕容赋有过短暂交手 表现出来的内力 武功和经验都高过慕容赋 但他也牺牲了几名弟子 少氏山下 丁春秋与及逍遥三大老公 立于一身的虚竹大战数百回合 难分胜负 最后因为抵挡不了生死服 被虚竹百平 第十八名 少林玄苦大师 萧松的授业恩师 擅长72绝技中的祥魔掌和然木刀法 所谓然木刀法 就是能够对着一根木材 快劈9981刀 刀刃不及木材丝毫 却能将其点燃的功夫 吐蕃国师旧魔智 曾用小无相公表演过此绝技 根据原著的描述 玄苦大师是少林寺中 唯一练成然木刀法的人 内力深厚 乔峰潜入少林寺时 其他人都没有察觉 唯独玄苦感应到 而且还是在身受重伤 生命垂危的情况下感应到的 乔峰对师父的内功修为十分佩服 心说 我秉心宁气 旁人纵然和我相聚咫尺 也未必能察觉我前身于此 师父而因如此 内功修为当真了得 玄苦大师是在毫无防备的情况下 被扮成萧峰模样的萧远山 突然偷袭才重伤致死的 倘若光明正大的交战 他没那么容易落败